上边一个简体的党字 下边一个简体的国字 合起来是个什么字 这是北京艺术家郭盖的一个行为艺术作品 郭盖造出的这个新字涵盖了什么意思呢 又表达了他的什么想法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有趣的新造字 这个将简体的党和国字上下合体创出的新字应该读什么呢 在北京昌平郭盖拷问香港苹果日报的记者 这个字念夺 普通话发音与夺权的夺同音 他还笑着告诉记者 曾经有一个村妇看明白了这个字 村妇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党提在国家的头上拉屎 郭盖是北京众多的前卫艺术家之一 他的工作室里有两件作品很值得人深思 一个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怪字 另一个是杜的雕塑 一个挥手的女人身体 加上毛泽东的头像 站在一只刻满梯梯翼翼字样的乌龟身上 乌龟的头也是毛泽东的头像 两个毛头各向一方 意思是不知道要将人度向何方 郭盖希望这些作品能引发人们对党和国家的思考 你要严格的讲 在中国不存在政府 只存在一个党潮 这个党潮就是说 他整个的司法 所谓的司法 警察 军队 行政机构 所有的公司 甚至在中国的公司 甚至宗教系统 全部是为了党的力量 当在中国的庙里头 教堂里头是一个人 在里面的党小组长 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的艺术家以行为艺术的方式 也于中共成为潮流 今年3月 大陆一批艺术家在北京举办了一场 名为敏感地带的行为艺术展 其中一个作品草木皆兵 表演者全身被茉莉花捆绑 影射当局恐惧茉莉花革命集会 另外 在游人如迹的北京七九八艺术区 高氏兄弟也以讽刺毛泽东闻名 他们的雕塑作品 下跪忏悔的毛的照片 在网上被广泛转贴 引发讨论 不过他们在大陆网站开设的博客 遭到终止 此外 7月1号 在中共第一次党大会召开地 浙江嘉兴南湖 有13位艺术家计划举行 沉船行为艺术 暗喻中共成立90周年将覆灭 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后 就仿效苏联建成了这样一个 以党淋加于国家之上的这个政权 大家都已经看到整个世界的这个民主潮流 已经清楚地指出了一切政党 只能代表它政党本身的利益 不可能代表一个国家 而一个政党如果它要代表国家的利益的话 那么它就必然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持人 遭到业余冒犯的中共 则用关押拘留来对付这些艺术家 郭盖今年3月因网上报道 玻璃花行为艺术展被公安拘留了将近一个月 而高氏兄弟1989年因联署公开信 呼吁邓小平释放魏京生 被当局禁止出国长达14年 另外表演沉船的80后艺术家郭真明表示 他们一行13人还没表演 当天就在嘉兴被公安带走 之后被强行送返居地 新唐人记者戴静 李静 周天采访报道